一百一十二集 朱少锦和吉营说着 很快就到了江东桥附近 马车停了下来 欢庆隔着帘子禀道 二表小姐 吉营姑娘 这边马车过不去了 您等一会儿 我这就去固定轿子来 吉营骑道 怎么会走不过去了呢 秦子平不是说很好走的吗 欢庆笑道 这不是快过年了吗 江东桥附近呢 本来就是住着许多的挑夫罗夫 这平日里头在外边做活倒是不觉得 此时啊都在家里歇了 那边板车罗筐什么的 就全都拴在了门口 把道都挡了 吉营挡 这个时候能叫到轿子吗 要不咱们换条路走 欢请笑道 换条路就怕把二表小姐送回府的时候 久如相都落了尺 这地方住的都是做苦力的 打听打听应该能找到 万一要是找不到 我们换条路走也不迟啊 实际上是告诉吉营 最好是从这条路上走 不然回去晚了不要怪我 吉营本是初来散心的 这一下子弄了一肚子的气 她不由的小声抱怨 难怪府里的人都说这欢庆和欢喜 虽是同胞兄弟 却像是两个人似的 欢庆懒散 欢喜事故 她居然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 周少锦安慰她 我们又没有什么事 那先等等就睡了 大不了啊 我们下次再来就好了 吉营蔫蔫的喊手 也只有这样了 等了一会儿也没有见欢庆回来 她有些坐不住的 我们到车外站一会儿吧 外面的空气好一些 周少锦穿得很暖和 和吉营下了马车 他们停车的地方是一条小巷 两边堆放着很多的东西 甚至还有孩子的摇车 只是家家户户大门紧闭 传出来烧炉的香味 他们一下车就看见了 高高的桅杆和宽广的河面 周少锦有些激动地问 这是哪里呀 是江东桥吗 吉营点了脚打梁道 应该就是了吧 看来欢庆啊是走的小道 这么一点距离 我们走过去好了 等他顾轿子呀 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周少锦看那巷子 不过一射之地 他们身边又有一个粗壮的婆子 和两个小丫鬟 就点头同意了 吉营带着周少锦 一面一面注意着脚下的坑秃一面倒 可惜呀 我不知道铜元在哪里 听说先帝体恤民力 在蒋山中了数千万株的 宗铜七树呢 你看 跟着他的周少锦 陡然之间拉住了他的衣袖 说道 那个人像不像齿舅舅啊 吉营顺势望了过去 不远的一座三围的翻船船头上 站着两个人 其中一个身长玉丽 穿了一件悬色的貂皮大厂 戴着碧玉搬直的手 悠闲自在地搭在船舷上 冬日的阳光 暖暖地照在他的身上 仿佛照在一尊玉瓶之上 盈润如玉 雍容金贵 吉营吓了一大跳 失声道 啊 真是程子川 他这个时候怎么会在这里呀 他不是说 下午要陪着郭老夫人下棋吗 周少锦探过头去 啊 真的是迟舅舅吗 吉营又看了一眼 然后神色一紧道 哎呀 真是程子川 拽着周少锦就往回走 天气太冷了 我们还是在马车上等环境好了 周少锦玩耳笑道 你是怕被迟舅舅发现吧 说着回头又忘了一眼船头 站在城池身边的是一个 年约三巡的大汉 他身材魁梧 反穿着一件羊羔毛的皮袄 里面是一件褐色的棉布袍子 身材笔直的和城池对峙而立 像两把扫帚般浓密乌黑的眉毛下 有双仿若极净寒潭般幽深冷漠的双眼 隐隐流露出比尼天下的霸气 和优雅自若的城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不禁小声地嘀咕道 奇怪 那个人看着像是一个做粗活的挑夫 可气势却是很强横 又不像是一个做粗活的 倒像是 是一个一呼百诺的土匪似的 吉营倒吸了一口冷气 他突然很想把周少锦的话告诉城池 城池的表情一定很精彩 因为桥玉城池 他们的江东桥之行就这样草草地结束了 周少锦回去讲给周初锦听 周初锦言了嘴笑道 只需你们偷偷地跑出去玩 就不许池舅舅偷偷地跑出去见朋友吗 你和吉营一主一仆 他和他那个朋友一文一武 有什么可稀奇的 周少锦嘻嘻地笑 和姐姐一起计了组 吃了团年饭 外面的爆竹放得噼里啪啦的响 让两个人的小花厅显得更加的静意了 周少锦却不觉得清冷 他给姐姐盛了一碗猪肚的一米汤 笑咪咪地问姐姐 你刚才给祖先上香的时候 说了一些什么呀 周初锦不理他 喝了口汤道 说出来就不灵了 周少锦只是想 前世他听到了 姐姐说 求先祖保佑李氏生个儿子 支应门庭 光宗耀族 名流青史 这一次 姐姐注定要失望了 可至少 他们的小妹妹会活下来 平平安安地长大 正月初二一大早 成家来接周氏姐妹的人就到了 周少锦和姐姐早已经收拾好 打赏了来接他们的管事婆子 他们就坐着轿子 回了酒如下 姐妹先去了家树堂 正房的厅堂到处都是香楼 缅大太太只穿了一件家袄 正指挥着丫鬟婆子们清理东西 看见周少锦和周初锦 缅大太太立刻就笑了起来 你们哪 可算是来了 早上起来到现在 老安人已经念叨了好几次了 用过早上了没有啊 快去见他老人家去吧 免得他老人家惦记呀 然后 没等姐妹两个给他请安 就让随身的丫鬟 去取了两个荷包过来 说道 这事啊 给你们的压岁钱 周少锦和姐姐笑盈盈地接了 给缅大太太拜过年 这才去见了官老太太 官老太太正由侍儿几个陪着打叶子牌 见周氏姐妹进来 倒像是见了救星似的 忙朝着周初锦招手 哎哟喂 可算是回来了 我这都输了 我这都输了好几两银子了 快过来帮我长长眼 就像他们姐妹从来没有离开似的 周初锦和周少锦笑盈盈地给官老太太几个道了一声过年好 周初锦这才坐到了官老太太的身边 接过了官老太太手中的牌 仔细地看了起来 官老太太这才哀悠一声道 哎哟喂 忘给初锦和少锦那压碎钱了 周少锦嘻嘻地笑道 我可没忘记呢 你要是再不吱声啊 我就要逃了 这个鬼丫头啊 哈哈哈哈 官老太太爱怜地点了点周少锦的额头 亲自开了身边的匣子 拿了早已准备好的荷包 给了周少锦和周初锦 荷包比往年都要沉 周少锦不动声色地放在了兜子里 见官老太太和姐姐的脑袋已经凑到了一起 他跟官老太太和姐姐说了一声 去了厅堂 大舅母 您这是做什么呢 他乖巧地给免大太太端了杯茶 说道 有没有什么地方要我帮忙的 免大太太笑道 没有没有 我不是要回几天娘家吗 我就寻思着呀 我这一走 要过了元宵节才能回来 那个时候啊 已经开春了 我得把你外祖母的衣服 首饰都准备好了 免得丫鬟们呢 慌手慌脚的 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说到这里 他沉吟道 少锦呢 要是你有空 就常过来陪陪外祖母吧 我和你表哥不在家 你外祖母这里呀 就冷冷清清的了 大舅母放心吧 周少锦忙道 在您回来之前 我会先陪着外祖母的 若是过了元宵节 我去跟郭老夫人 说一声就是了 郭老夫人 看着冷峻 可是心的确是很好的 是一个外冷内热的 想必不打紧的 免大太太 听了欣慰地点了点头 既然有心 把少锦留在家里 有些事 就得慢慢地 放手让这孩子去做了 免大太太就说道 哎呀 我年纪大了 低着头找了这半天的东西 头都有点晕了 你帮着我 把你外祖母 开出要穿的衣裳首饰 都清理出来吧 冬天的衣裳首饰啊 放一半进去 留一半 怕有倒春寒呢 周少锦应了 和小丫鬟们 一起帮着免大太太 整理香笼 她没有想到 官老太太 还有镶着 雪白兔毛的兔儿卧 有大红色宝石 像那壁画上 菩萨带的婴落 免大太太含蓄地道 老人家呀 年纪虽大了 可也喜欢这些 鲜亮的东西呢 朱少锦受教地点头 下午去了 郭老夫人那里拜年 郭老夫人 正在和城池下着旗 城池穿了一件 宝蓝色的 素面的织紧袍子 硬衬着她的面孔 更显得几分温文清雅 她浅浅地笑 也学着 官老太太的样子 给了周少锦 和周初锦 两个荷包 周少锦一回到 晚乡居 就有一些迫不及待地 打开了城池给的荷包 居然是两张 十两的银票 周少锦有些泄气 吃舅舅这样给压碎钱 也太敷衍了 不过 郭老夫人给她的是金克子 是五个万事如意的金克子 她很喜欢 摆在铺着 枣红色张戎的 檀香木匣子里 周初锦笑她道 你呀 真是一个小财迷 周少锦不以为意 笑眯眯地 亲手将匣子 放进了香笼里 这些都是 长辈赠给她的 她希望 能永远地保留下来 甚至是 传给自己的 后代子孙 等到初四 送走了缅大太太 她就和姐姐 每天不是陪着 官老太太打牌 就是说闲话 或者是陪着 在院子里走一走 日子一眨眼就过去了 正月十二日 缅大太太 从浦口 写了信回来 说是还要在娘家 多待几天 承告被何老太爷 留下来 考核学问 承义则会留下来 跟着何老太爷 读书了 这对四方来说 是个再好不过的消息了 官老太太口述 让周少锦 给缅大太太 回了封信 让她只管 安心地在浦口 多待几日 为要不要送银子过去 承告什么时候回来 有了准信 这边好给两个人 送热冷的四季衣裳过去 还有服饰的小丝 也要跟着一并过去 等到缅大太太 再写信过来 已是元宵节 缅大太太在信里写 她二月初一回金陵 承告会跟着她一起回来 承义则留在何家 把承义的衣裳 和惯用的笔墨纸验 让管事送过来就行了 何家老太爷 崇尚简朴 小丝什么的就免了 何家有给子弟 洗衣服的仆妇 其他的就得自己动手 周少锦想想 就会忍不住笑出声来 承义以为自己是去玩的 结果没想到 却把自己给丢坑里出不来了 四方虽然对他们兄弟 管较严格 可这吃穿用度上 却从来不曾少他们兄弟的 承义这么一下子 过上了赤贫的日子 一张脸 肯定皱成了烟性子了 他帮着承义收拾东西 三宝不停地抹着眼泪 哽咽道 二老爷 不会不要我了吧 那我怎么办呢 在周少锦的印象里 三宝是一直跟着承义的 他笑着安慰他 二爷不在家 可他的东西还在家呢 你只要啊 好生地守着二爷的东西 大老爷和太太 都不会亏待你的 三宝眼睛一亮 手脚都轻快了很多 等到诚意的东西 都装了香笼 上了锁 三宝磨磨蹭蹭地 在周少锦面前步走 周少锦失笑道 你有什么话就说吧 三宝黑黑地笑了几声 讨好的道 二表小姐 我听说 过了元小姐 樊琪就要去保庭府了 您看我现在没什么事 要不我就陪着樊琪 一块去吧 这路上多一人 胆子也大一些是吧 年后樊琪还要去一趟京城 总不能像上次似的 再说去看地吧 想到李氏应该生了 也该带信回来了 他放出风去 说给未出师的弟弟 或者是妹妹 做了一些小衣裳 想让樊琪带去保庭府 顺便再给父亲和继母 问个安 没想到事情 这么快就传开了 想必是有些仆妇 一辈子都没有 出过什么远门的原因吧 周少锦笑道 这件事可不行 樊琪也是跟着别人一块去的 再多带个人 怕是别人不答应的 三宝不好再说什么 向着周少锦保证的 二表小姐 我一定 一定替二爷 把家看好 周少锦点头 赏了三宝一两碎银子 回到晚乡居 他果然接到了保丁府的信 李氏和前世一样 生了一个女儿 周震很是失望 但还是按照女儿的排序 给新生孩子取名为佑锦 周初锦觉得 不必让樊琪 亲自去给李氏送东西 我们各尽本分就好了 走尽了 那必是件好事啊 就凭李氏 把蓝厅 这给周少锦处置 他就没办法 喜欢这个寂寞 周少锦笑道 我是想让他去看看父亲 父亲这个时候啊 肯定有点难过的 这倒是 周初锦不再说什么了 临到樊琪走的那天 却把樊琪叫了过去 给他一个厚厚的信封道 这是给太太的 你要记住了 不能亲手交给太太 就亲手交给太太身边的李嬷嬷 若是有人问起来 就说是我说的 樊琪恭敬的应诺 这次是光明正大的 离开了金陵城 周少锦问姐姐给了李氏什么 周初锦叹气道 啊 是我呀 像卢大救母药的 求子偏方 周少锦很是意外 周初锦道 我虽然不喜欢他 可也不会有意地为难他的 姐姐待人很好 又有自己的喜恶 自己什么时候 也能像姐姐这样就好了 周少锦紧紧地抱住了 周初锦的胳膊 周初锦就和妹妹说起了马刺来 这次能捉住新兰 她立了手工了 我已经跟父亲说过了 把她就留在我们姐妹身边当差 凡奇虽好 可到底啊 年纪太小了 我看就让马刺带着凡奇 帮你跑跑腿好了 周少锦愣住了 前世 马刺可是姐姐的陪法 她重生了 可姐姐还是像从前一样 有什么好的东西都留给她 周少锦摇头道 嗯 姐姐 还是让马刺搁着你好了 你总不能 什么鸡毛蒜皮的事 都求了马富山家的吧 就像我跟你说的 就像我跟你说的 让你想办法给姐夫送个信 跟她说呀 成家族学的柿子们 都在研究忽竹燃血的论语心在 你就没有人可用 我们还是先把姐姐的事安排好 我的事呀 还可以等几年的 姐姐明年四月份就要出阁了 周初锦面色微红 没有坚持 周少锦松了口气 这要是把马刺留给她用 岂不是乱了套了 城池那边得了消息 说季家的人会在保定府等樊琪 送樊琪去趟京城 她的眉头醋了醋 吩咐淮山 让人看着她 也像季家人似的 被她给溜了 怀山笑了笑 说道 我们的人已经在路上了 本集到此结束 欢迎收听下一集 小蜜蜜的 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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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